其實現在大家都在學中文 來看到派出所 現在難道也變成了中文補習班嗎 因為在台北市泉州派出所 有一個高大的黑人 他天天來報到 原來他是從中美洲友邦 來到台灣深造的警官 因為覺得中文實在是太難了 所以天天到派出所跟警察學習 現在基本的溝通已經沒問題 我可不可以來這邊說中文 身材高大的外國朋友 比手畫腳一口不太流利的中文 讓圓景摸不著頭緒 一問之下才知道 原來他是想來學中文啦 來自森克里斯多福的艾瑞克 在國內是少尉警官 在特警單位服務多年 是在當過總統的隨護 身手俐落 不過他依然決定跨越太平洋 來台灣學習中文和警官制度 現在七個月過去了 他指乎中文真的好難 只要找同行求救 他是直接來派出所的指導台問說 我可不可以來這邊學中文 對 我就跟他講說沒有問題啊 我們派出所24小時都有人 隨時都歡迎你來這邊 他們都很客氣 很客氣 由於在學校宿舍附近 派出所成了艾瑞克的課後補習班 認真的他天天來報道 中文越來越進步 不過接下來他還要到 警大攻讀四年的學位 接下來他恐怕得 學會比中文更難的技能 那就是用筷子來吃飯 記者台北 中文報導